哈囉,大家好,我是Beta Call of Duty 前幾天突然來了一個 第四季的季中大改版 改版的內容相當豐富 有多人模式、大逃殺 多了一支新槍等等 我們今天就馬上來看一下 介紹一下每一個更動 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武器的更新 我覺得這個是大家非常關心 也非常重要的 我們就馬上來看看吧 首先這次的重頭戲 大概就是200人的大逃殺了 這應該已經破了大逃殺的遊戲紀錄了吧 我看別的遊戲應該都還沒有到200人 組隊人數是4人 那還沒有試過的玩家可以試試看 大逃殺裡面有多了幾個更新 第一個是一個新的合約 叫做支援前線 這個合約你拿到之後 你可以在有限的時間內 到達指定的補給站 買的一樣東西會有非常誇張的打折 根本就是跳樓大排賣 但是第二樣之後就恢復正常了 我這兩天玩了不少的大逃殺 我覺得這個新合約已經變成大家新的跳點了 遊戲一開始就先買個復活或買UAV 超賺的 另外大逃殺也新增了一個工具 那就是望遠鏡 你可以拿他來標示敵人的位置 或者是告訴隊友下一個地方要去哪裡 由於他不會反光 所以敵人也不會發現你在看他們 非常實用 另一個更新是古拉格 現在古拉格內也會用射手步槍或狙擊槍了 我其實覺得有點小怪啦 因為場地實在太小了 拿狙擊對拚實在有點奇怪 聽說呢還會有拳頭跟小刀的對戰 說完了窩肉 我們快速說一下多人對戰中的新模式 這次改版新出的模式包含了有地面戰爭 槍戰藍圖 防禦戰 全年無休裁駿公園 射擊輪船 還有這個槍戰錦標賽 我個人是非常期待這個槍戰錦標賽 因為他的賽程會有16強8強4強 一路打到總決賽的這種單敗淘汰賽 有點像是在遊戲內參加的電競賽車的感覺 我覺得應該是蠻有趣的 快速對戰的列表中也加入了真實大混戰 合作模式中也有固若金湯的兩種新玩法 大家都可以試試看 除了新模式 本次更新也新增了一把狙擊槍 叫做Ritehack AMR 我雖然還沒有解鎖 但是我非常期待他的表現 我覺得他會類似AX50 或者是更出色 除了他們一樣是 AX50口徑的這種重型狙擊槍 他還是一個半自動的狙擊槍 他後座力雖然很大 但是射速很快 所以接下來玩家會怎麼搭配配件 還有他會不會變成主流的狙擊槍 就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接下來帶大家看看 各位最想看的 遊戲與槍枝的平衡性修正 首先來講遊戲的部分 有兩個我覺得是很棒的點 第一個是隊伍全面 終於會顯示在所有隊伍的螢幕上 另外一個是這次改版之後 在一個範圍空間內 可以較最多有三個空襲 我覺得這個更動會讓大豪殺更刺激 那其他的Bugfix 我就不放在影片中了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官方的連結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武器的平衡性修正 主要的重點有幾個 第一個是有不少槍的子彈彈匣上限 或者是騎士子彈數有增加 大家可以看一下畫面中的這些清單 有沒有你習慣使用的愛槍 或是你常用的彈匣 整體來說增加子彈上限是好事 算是Buff 再來是狙擊手的福利 AX50增加傷害距離 我覺得非常有感而且實用 改版的這兩天我都覺得自己是狙神了 HDR現在打到身體也會一槍斃命 不過這在多人遊戲中比較明顯 在大逃殺中因為有護甲的關係 差別應該不是很大 K98K增加了舉槍的瞄準速度 降低跳射的子彈分散 還有增加了傷害距離 MKII Carbon增加了移動速度 也增加了傷害距離 Dragonaut增加舉槍瞄準速度 最少兩發子彈殺人 降低跳射的子彈分散 以及增加傷害距離 FAL增加了近距離的爆頭機率 AK47增加了舉槍速度 CR56AMX降低了傷害距離 然後我們看看MP5 這個改的有點大喔 降低傷害距離 然後也降低了其他10mm彈匣的攻擊距離 還有後座力 Grow 5.56降低傷害距離 稍微增加高頻後座力 降低了兩種槍管的後座力 還有這個攻擊距離 總體來說MP5跟Grow 5.56 都被稍微砍了一小刀 還不算大刀 我相信這兩把槍呢 還是會是很多人的所要用的槍啦 再來看一下散彈槍 散彈槍總體來說呢 增加了彈道的速度 降低了舉槍的擴散 然後增加了動態跳射擴散 然後增加攻擊距離 然後還有增加下半身攻擊的傷害 所以整體來說啦 散彈槍就是被BUFF了 蠻強的 可以試試看 最後無槍托這個配件 也增加了武器後座力 我覺得這應該會差蠻多的喔 有機會試用看看再跟大家分享 好啦 以上就是這次第四季 季中大改版的主要更新內容 如果你有興趣看完整的更新呢 我會把官網的連結放在下面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都是英文的喔 那如果你已經練了哪些槍 或者是你已經練了這個新的狙擊槍 你覺得還不錯用 或者是有什麼心得的話呢 也歡迎在影片下方跟大家留言啦 我是貝塔 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好 打開 做這個 不錯 可以看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